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这次的展览的更多的代表性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过来了 而且也更多的可以看到就是以纸纤维本身来创作的艺术家 纸依然是一个材料艺术 但实际根本的有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怎么能介入当下生活是最核心的问题 只是一个水的一个特定的形态 没有确定形态的时候的这种状态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中国的宣纸是全世界第一个手工造纸的项目进入人类飞 这些东西是中国的一种东西 和石头的一种东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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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东西是重要的东西 就是一生人的无闻 就这样来的 对 就是一生一生 为自己的为自己的 他应该其他的 创作起来是这样的 是来源 就是为了艺术的艺术 三十多个国家 一百多位艺术家的纸艺术 当时观传者 进一步感受到纸艺术的费力 我自己的部分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传统造纸工艺的过程之后 改变它的工艺 流程 材料 甚至于工具 中国的民间艺术 或者民间艺术里面 拥有着巨大的文化信息 通过这个展览 能够为广大的观众 带来世界上各种形式 各种创意 各种表现 工艺 题材的 这种的植艺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